苗栗县选举委员会办理第16任总统副总统及第11届立法委员选举记者会 第16任总统副总统及第11届立法委员选举将于113年1月13日星期六上午8点至下午4点举行投票 苗栗县选举委员会在1月2日驾县府第一办公大楼A201会议室召开记者会为大选做宣传 代理主任委员陈冰山呼吁民众踊跃投下自己神圣的一票 并提醒民众要注意选霸法的相关规定避免误触法令而受罚 就是投票日当天是严禁在从事任何的竞选或是助选活动 还有在投票的那个现场上面我们是严禁将选票以外的物品投入票贵 或者是说撕毁选票或者是说将选票吸出 这些我们都按照选霸法会有些相关的一些采法 特别要再提醒 请不吝点赞订阅